怎敢按过麦克服 大家好 大家好 BizClub上的顶事 欢迎早上 我们今天来看 《约翔阿记》的第15章 其实从15章开始 就是一路交代不同的支牌 它们所拿到的地方 这些地方究竟 它们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先看15章 我们将它们分成几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 从第1节一路到第12节 这里12节就是交代 由大支牌 到底它们分地 分到的范围是多大 从哪里到哪里 从哪里到哪里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就是13节到19节 就是讲到加勒的故事 稍后我们再详细看 然后20节到最后63节 就是讲到这些由大 它们分到的地方里面 究竟具体有什么地方 还有里面有什么成一 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在里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 它们分地的方式就是在神的面前 来到抽签 尖构 抽到哪里就是哪里 抽到多大就是多大 这个分地就是有些支牌的地方大 有些支牌的地方小 每一个支牌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得的 所以每一个支牌所得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神预定来给他们 神有他的主权 神有他的智慧 有他的看法 所以他认为哪个支牌 是适合哪个地方 就是将那个地方给他 我们今天就来看 那究竟由大其实是12支牌里面 我们都认为是最重要的支牌 是不是 那究竟由大支牌 它拿到什么地方 我们先来看它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第一节 一直到第12节 他说 由大支牌按着中族尖构所得之地 在进南边到东的交架 有南到沉的旷野 他们的南架是从沿海的进边 就是从潮南的海叉起 通到阿克拉奔波的南边 直到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 有个希斯林上到阿达尔 从绕到格加 即连到亚本 通到埃及的小河 直到海为止 这就是他们的南架 所以在十二支牌里面 由大所得的地方 比较偏向南方 但是我们知道 以色列的地理就是 越是向南方 越是旷野 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 我们统称 以色列南部的旷野 我们都称为由大的抗野 所以因为它是属于由大的支牌的地 这些抗野的地方 今天用我们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抗野 分别这样的地方 怎么办 但其实由大抗野 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 都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因为虽然它是抗野 抗野适合什么呢 抗野就是适合梦药 抗野不是我们想象中 虽然它是抗野 但其实它也有一些植物在那里 很适合放羊 羊就可以在山上通厨走 由大所得的地方 主要就是整个以色列版图的 比较南端 甚至是靠近死海 这里所说的严海就是死海 第五节开始 东界就是严海的南边到若淡河口 这个就是他们的范围 从死海一直到若淡河的河口 就是东南两边的界线 然后北界就是从若淡河的海叉开始 上到白果拉 跟着就是白亚拉巴的北面 然后就上到里面之子 这个波罕的盆石 所以其实就是说 它去到和里面之牌的交界那里 上面当中包括上到底壁 还有吉甲 都是它的范围里面的 这是在第七节那里 然后第八节 它是上到恩戀子谷 它是接近耶布斯的南界 恩戀子谷 其实已经是在耶路撒冷里面 也就是说耶路撒冷都属于尤大的境内 然后又上到恩戀局西边的山顶 就是利弗阴谷极北的边界 所以这个地方一路通到耶路撒冷等等 其实犹大支牌所拿到的这些地方 里面有很多很强大的敌人在里面 我们都可以说可能是神好看得起犹大支牌 所以就把这些勁都给了它 因为耶路撒冷又是很难去攻的 我们待会再看的时候 后面都会再提到的 然后第九节又藏在山顶 就沿到阿弗多亚的水边 通到以弗伦山的城域 接着又沿到巴拉就是基里耶林 基里耶林就是若桂曾经在那里停留过的地方 不过这个就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就是大围年间的时候 曾经若桂有一段长的时间 停留在基里耶林这个地方 接着又从巴拉一直往西 繞到西尔山连接到耶林山的北边 又下到拔士物 破亭南 拔士物也是若桂曾经去过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观看若桂 接着一直再下去 直通到海为止 西界又说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 一节到第十二节 总括来说 将整个犹大支牌 他们所拿到的地 就划一个线 就划下来 但我们值得留意的就是 当这个时候 他们拿到这些地方 约书下 尖构将这个地方 划给他们的时候 其实里面 还有很多的寿敌在这里 他们未曾 将他们完全控制 或者完全拿到这些地方 但是先将蓝图划下来 然后他们就要接触 再继续去攻打 直到拿到这些地方 所以 其实就是说 神给他们应许的版图 其实是大的 但他们真正是否完全拿到 其实就要看他们日后 如何继续去进行这一件事 然后在这里 就是十三节开始 插入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十三一直到十九节 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加勒的故事 十三节 约书下照耶华所吩咐的 将犹太人中一段地 就是基列阿巴 分级耶佛尼的儿子加勒 阿巴是阿纳族的始祖 基列阿巴就是希曼伦 加勒就从瓦里说出 阿纳族的三个族长 就是士西阿希曼达迈 又从瓦里上去 攻击抵壁的居民 这抵壁从前 叫做基列西佛 好 我们先看这几节 约书下照着神所吩咐的 昨天我们那章也提过 因为神就应许了加勒 他脚掌所踏 他第一次进去加勒做探子的时候 他走过的地方 神话就赐给他遗孽 当时他应该走过这个地方 所以约书下就按照神 应许过答应加勒的人 将这个地段给加勒 但这个地区按照十二支牌来说 其实他应该属于犹大支牌 也就是说 在犹大支牌的地里 就圈了一个地段出来 如我们今天说 就是可能有一批的lock number 将它交给加勒 所以加勒的地 其实就是在犹大支牌里 这个地其实在哪里 就是基列阿巴 阿巴这个名的意思 就是阿拉众的始祖 所以这个地方最出名的是 在一个巨人的地方 在一个最强悍的巨人 居住在那里 而且这班巨人 属于尊贵的巨人 即是他们是巨人当中的巨人 非常高达 非常难打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后来就是 改了名叫做希伯伦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希伯伦的重要 和希伯伦的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约书雅就按照神的应许 就将他刺给加勒 然后十四节 加勒就从哪里赶出了 亚纳族的三个族长 就是士西 阿希曼 达买 所以加勒都不负所讨 他真的将三个很厉害的巨人族长 从他的地上赶出去了 分别就是这个士西 阿希曼和达买 给大家少少的兴趣 士西这个人的名字 原名的意思就是贵族 所以你知道 他是巨人当中的贵族 阿希曼他的名字 原名的意思就是 我的兄弟是礼物 所以就是说 这个阿希曼 可能和兄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他是很团结的人 也就是说 他应该有很多人会帮他手 达买的意思就是泥田 就是坐地的泥田 所以可能也是非常之勇武 非常有力量 而且懂得耕种 所以这三个贵族 其实这三个巨人族 在那个地方 是非常有势力 所以加勒要把他赶出去 绝对不容易 所以没有说他用了多长时间 总之将这个地方给了他之后 他最后再把这三个族长都赶出去 这个是他的勇力 然后甚至又从那里上去攻击抵壁的居民 这帝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 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帝壁这个地方的名字很熟 其实在前面出现过 就是我们第十章的时候 这个约书雅特杂的机片和联军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攻取了这个抵壁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加勒又要再一次攻打抵壁呢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攻取了抵壁 但是后来仇敌又回来 再次重新夺得抵壁的地方 所以这次在这里出现的时候 其实加勒是第二次再攻打抵壁的地方 就将这个抵壁应该就要攻打 要将他藏身夺回来 我觉得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 我们对仇敌是不可以调以献身 他真的会回来 所以第一次这个约书雅已经夺取了抵壁的地方 但是如果他很好守住的话 其实敌人又回来 结果加勒就要第二次来攻打抵壁 我们再看16节到19节 加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弗 章城夺取 其实基列西弗就是抵壁 两个名字 其实就是指同一个地方 我就把女儿押杀 吸他为妻 加勒兄弟基纳斯的二子 我折烈 夺取了那城 加勒就把女儿押杀 吸他为妻 押杀过门的时候 劝杖呼向父亲求一块田 押杀一下劳 加勒问一下说 你要什么 他说求你次庭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 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 次及他 那里面 那这里呢 当中就有个小插曲 特别16节 就是加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弗 章城夺取 我们将我女儿 就嫁给他为妻 为什么会出到这一招呢 上面呢 我们看到 他已经赶出了三个巨人的族长 然后呢 他准备去攻打底壁的时候 就遇到困难了 这个困难呢 就是他知道自己力有不低 他知道自己 没有办法打到这一座承诺 因为我们知道他去分地的时候 已经85岁了 然后他赶出了这三个巨人 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 所以呢 到这个时候 他再想去打这个底壁的时候 可能他的年纪已经是更加的大了 不知道他用了 这三个巨人 不知道会用了三年 还是五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放他三年 或者五年的话 加勒这个时候 起码都可能89岁 或者90多岁的人 在这样的时候 他要再去打底壁的时候 其实加勒自己知道 自己力有不低 但是呢 他的心智呢 是非常坚定的 他就觉得他一定要 去得罪这些地方 不可以荣耀仇敌 在当中霸佔这些地方 虽然他自己不够力了 他自己觉得自己 什么呢 于是他就出了一个主招 就是说 谁帮我把这个城打下来 我就将他女隔给他 他自己完成不了的心愿 就希望他的女婿 来帮他完成 可能他没有儿子 所以他就出这一招 就说 如果你 谁帮我打下来 我就 我就招他为库马 就把女儿交给他 结果呢 加勒的兄弟 这个基纳师的儿子 俄陀聂 就夺取了那个城 就是他的侄 他的侄 他的侄就起来 完成他的心愿 他就起来 就夺取了那个城 俄陀聂 他的名字 就是神的狮子 神的狮子 他就起来 夺取了这个城 大家在读圣经下去的时候 约束日记之后 你就见到 俄陀聂起来 成为以色列当中 第一个的侄师 所以他是一个 非常有勇力的人 他就接受 加勒的挑战 所以 他就起来 攻打一个座城 当然 少少题外话 就是赫泰聂 和这个 加勒的女儿 应该是 是什么叫 唐兄妹 是唐兄妹 唐兄妹 所以他就起来 攻取了这个城 之后 加勒说得出 就把女儿 押杀给他 作为妻子 这个押杀 过门的时候 十八字 过门的时候 就劝丈夫 向父亲 要一块田 然后押杀一下路 加勒问他 你要什么 他就说 求你赐福给我 那么 夺取了这个城 夺取了这个城 就是把女儿嫁给他 把女儿嫁给他的时候 女儿过门的时候 就跟丈夫说 你和我爸爸 要一块田 要再多一点的赏赐 不只是我嫁给你 我们将来都要生活 所以 其实你见到 亚撒 其实是为了 他们将来的生活 来考虑 既然 父亲答应 把我嫁给你的时候 你也帮他 完成了他心中 一个最大的心愿 其实趁着这个时间 其实他女儿就教了 我爸爸 你和他求一块田 他一定答应你 但他心中的打算是什么呢 是否只要一块田就够呢 我相信 色基里路没有说我 妥略 有没有向加勒去要那块田 但是从后面的记载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那块田 果然是给了他 然后 亚撒就不知是否回家 即是探下父亲 所以 回到去去骗加勒 他说一下路的时候 加勒就问他 你要些什么 这个下路的动作是什么呢 在以前的 以知列的年代的时候 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 就是比较富有的人 就是骑女仔的 普通的人就是走路的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富有身份的骑女仔的话 当你见到一个人一下雷的意思 就表示对方给你尊贵 你就要是一个尊敬的意思 所以这个女儿见到爸爸 就立即下雷 那就去行禮 然后爸爸就问他 你要什么 他就说 求你赐福不及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都给我水泉 不单只有一块田 他也都开口求爸爸 他说既然你出了安置在南地 你赐福给我 给水泉给我 因为在当时的年代 在犹大的抗野 刚才我们也说过 这个犹大的境界里面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抗野 水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有水 就很不一样 因为人需要喝水之外 你捕放的伸促都需要喝水 所以在那个地方 水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的珍贵 更加的宝贵 哪个可以控制到水源 哪个就富强 所以这个女儿一下楼的时候 就跟爸爸说 你赐福给我 你赐给我水泉 就是除了田之外 他也想要水泉 当然也可以看到 当他再拿到水泉的时候 必定是他所佔的地方 都会再扩展 很明显 那块田本来 就不包括水泉的地方 等于跟爸爸说 爸爸 弄大一点块地 就把水泉进来 但是你看一下 加律如何回应这件事 加律说 他父亲就把双传下传刺 不是将下传赐给他 是上传下传 就是他求一个水泉 结果加勒给他两个 那为什么加勒会这样做呢 其实加勒按他的要求 给他下传 已经可以了 但是他将上传下传都给他 而我们知道 刚才我们说过 这个水泉 在以色列里面 特别在干旱的南部抗野里面 是极其重要 是极其宝贵 是极其宝贵的一个重要资产 就是最靓的 最值钱的地 那为什么他一给就要那么豪爽 他上传下传都给你了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 加勒的心智眼光 和他的女儿很不一样 我们不是怪他的女儿 因为他都要为他的生计 来打算 所以他求一块田很正常 有田的时候 他希望有水泉 他就确保 和丈夫以后的生活无忧 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你看到加勒 是很不一样的 加勒就说 你要田我给你 你要水泉 我连上传下传都给你 因为他眼中所看重的 并不是这些东西 他里面真的 加勒就是圣经所说 他另外有一个心字 单单的跟从神 他看重的不是这些世上的水泉 他看重的不是田 不是什么 所以当我妥妥 可以完成他的心愿 将这个这么难攻准 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 达到的这个任务 帮他达成的时候 其实加勒心里面非常满足 他心会易足到一个第二步 就是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要田 给田 你要水泉 好了 不单止你要那个水泉 我送多一个给你 你开心 是不是 所以他其实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既然你帮他 完成这样的心愿的话 其实 加勒就已经是 真是 没所谓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因为他所定征的 他所看的 并不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 也很值得 我们去反思 以及值得 去提醒我们 究竟今天我们 是否有加勒这样的心智 怪不得 神真是很保守加勒 是吧 神很体重他 在这个抗野的日子里面 整个抗野的年代 只有Yoshua和加勒 两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婴区之地 入到婴区之地的时候 明明这个地方是属于由大支牌 但是当加勒这样去求的时候 神都按照他的信实 在由大支牌的地里面 都撕一够出来 就被加勒 而且撕给加勒这个地方 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希马伦 是当年阿巴拉罕建制牌的地方 也是他在这个地方 所买的 头一块田 所以这个地方 我相信 都有像长展的祝福一样 因为是阿巴拉罕所获的 头一块田 用天价买回来 他将自己和太太都撞在这个地方 他也在这个地方 贵爵华捉太太 所以这个地方 绝对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本来是要给由大支牌的 但是因着加勒的心智 因着加勒的信心 神就特特的给他 当他今天年纪老迈 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 但是他的女婿 帮他完成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不是 固着这一块地方 他心里面所想念的 所学慕的 是神的同在 所以当这个阿巴拉罕要田 他就给田 要水源 他就将双倍的水源 双倍的祝福都给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今天这一章圣经 我觉得最精彩的 也是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其实要在当中思想 我们的信心 我们在世上 我们所体重的 到底是这些眼 能够见得到的 physical的田地水泉 还是在这个田地水泉之上的神 就是我们将神摆在哪个位置 我们将神放在大地 还是大地之上 你看到这两妇女 加勒和女儿是很不一样的 加勒的女儿 是将大地摆先的 所以她眼中的就是田地 水泉 和丈夫将来的幸福日子 如何过 她要确保她将来的生活 但是加勒是将神放在这一切之上 所以对加勒来说 你既然帮她完成一个 神很想她完成的心愿的话 这些东西 我根本就不跟你计较 你要你就儘管拿去 因为她都自不在此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二十节 一直到六十三节 这个很大的篇幅 再一次讲到 犹大所奪得的成一 为什么圣经会那么有趣呢 前面已经记载了 一道十二节 已经记载了犹大的版图 从哪里到哪里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她又要这么详细地 将所有的成都列出来 还有所属的村庄等等 其实这个意思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些地方里面 具体有什么的成 你只有一片的地方 你得不到这些成是没用的 所以虽然有这些地方 每一个成都是一个重要的关节 所以他们必须将每一个关节 都拿下来 都打下来 这样的时候 才真真正正的得着那个地方 即它不是空港 它是真真正正的去做 而将这些的成 全部详细地罗列出来的时候 也都让我们知道 分地这件事是真真确确的 真真确确 不是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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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譬如如果我告诉你 Peter 我将 这个 中区交给你 那中区 那是什么意思? 说完之后 但如果我告诉他 Peter 我将中区交给你 交给你的意思 即是 我将环球大厦 这些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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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地契都交给你 专名的名字 那是不是很不一样? 是吧? 因为如果你说 将中区交给我 那中区交给你 那是什么意思? 那究竟 那怎么办? 但如果我可以将 所有街道 所有房产 一一的仔细地说出来 然后将它的名字 转给你的时候 那你就马上 可能就成为 成终的 富豪的榜上有名 对不对? 因为你得着那么多的物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 将这些城 写出来 非常重要 也都让厚势的 知道 他们的的确确 是得着这些地方 也都防止 将来 有任何的 的争执 或者是纽纷 这些全部都是 在这些地界里面 的重要的城 从20节 开始 到32节 这里 就说 总共有29座城 还有熟成的一些村座 那这里 然后呢 从33节 到36节 这里共有14座城 这个14座城里面 当中 我们熟悉的地方 包括有阿道兰 对不对? 阿道兰 附近应该是阿道党 将来大为在这个地方 来到兴起 来到作王 然后从37节开始 又有一大堆的地方 我们就不详细 读那些名字了 然后呢 去到41节 就共有16座城 所以你看到呢 29座城 跟着14座城 跟着16座城 每一个地方 那些城都射得清清楚楚 绝不含糊 这些地方 都是属于犹大的境界 也都是犹大需要 把它拿到下去 然后呢 然后呢 从42节开始 又有纳拿 一路下去 等等等等 45节又有以格伦 属以格伦的城市村庄 从以格伦直到海 一切靠阿什特之地 并属其他村庄 阿什特和属阿什特的城市村庄 加什和属加什的城市村庄 就是很多通航 海道的贸易 都可以在这里展开 所以呢 尤打这个范围 其实是一个 就是 加上阿什特在里面的时候 就是说 他可以经商做贸易 这样呢 他的经济方面 就可以上来 加什 也是一个走廊 因为再下去 就通向埃及 所以到今天 这个地方 都是大家都想控制的 一个地方 好了 然后呢 四十八节开始了 在山地那方面 就有这个沙蜜 然后呢 一路下去 就是 包括这个 基列萨牙 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其实意思 都是抵壁各个地方 跟着 还有一个 还有这个 加在一起 有窩山 加在一起 有十一座城市 还有他的村庄 然后呢 又有这个 五十二节 有一个阿拉 到马尔山 雅囊 这些地方 加加上 总共有九座的城 还有熟城的村庄 然后又提到 这个 马云 加密 马云是地名 不是人名 所以呢 所以呢 一路到这个 该人 阿比亚 庭鸭 共有十座城 和他所属的村庄 你看到呢 每一个地方 都是把这些城 全部列得清清楚楚的 后面那里还有提到的就是 这个是基列巴历 基列巴历 基列巴历就是基列耶林 共有两座城 和他所属的村庄 然后呢 旁边还有一个 白阿拉巴 墨丁等等 又有六座的城 然后呢 还有熟城的村庄 那你见到呢 这些地方呢 其实呢 都是属于 犹大支牌 无论是他们的城 他们附近的村庄 然后我们去到第六十三节 至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保斯人 幼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 耶保斯人却在耶路撒冷 与幼大人同住直到今日 啊 那麽大的版图里面呢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和他所属的村庄 都写了出来 我相信前面所写的这些城市 和村庄呢 都全部落在幼大人的手中 幼大人呢 都控制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的首帝呢 都全然的被赶出去 所以呢 他们是真真正正 刺刺底底的 这样呢 是得着这些地方 这些版图 但是除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里面的耶保斯人呢 幼大人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呢 这个耶保斯人呢 占据着这个耶路撒冷 那他们呢 也是一些非常之有建筑的能力的人 所以呢 他们在那里建筑了一些 耶保斯人的坚固的宝像 所以呢 幼大人没有办法把他们赶下去 这一座城呢 一路呢 都存在 一路呢 这些耶保斯人呢 就住在犹大人的当中 直到呢 若说下离世 甚至呢 写若说下记忆的日词呢 这些人呢 都仍是住在耶路撒冷 也就是说呢 耶路撒冷没有落在犹大人的手中 那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 何时才落在犹大人的手中呢 是一路去到大卫王的年代 大卫王呢 攻打耶保斯的宝像 最后呢 才夺得耶路撒冷 将耶路撒冷归入 这个犹大的地方 那当然呢 当耶路撒冷归入犹大的境界的时候呢 那 那大卫就以耶保斯人当时所留下来的这座城呢 将它成为大卫城 那然后在大卫城的上端呢 就起了聖殿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是呢 犹大却是在这个分地的阶段里面呢 一直都没办法将这个地方拿下来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呢 仇敌也要占据着这个地方 不会轻易地让犹大人呢 让耶路撒冷去得着这个地方 到今天呢 耶路撒冷都是在 仇敌和神之间的一个争夺的地方 从这个时候开始都没停过 不过 当然提过来说 就是 为什么一定要争夺耶路撒冷呢 因为神简选了耶路撒冷 所以仇敌就一直都不放手 其实今天耶路撒冷聖殿山 就是 现在就是那个金顶的地方 以前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 就是当年呢 阿波拉罕欠以撒的同一个地方 甚至呢 圣殿的那个 那个房角石的盆石呢 应该如无意外呢 都就是 阿波拉罕当年呢 在那个石上面呢 献上以撒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 在里面 神也是因为阿波拉罕这个行动 简选了耶路撒冷 简选了你的地方 成为他同在的地方 但是因为那个是阿波拉罕信心的最高峰 所以呢 守敌呢 也都不会甘心乐意 将耶路撒冷拱手商量 美以色列人 所以 其实这个是一个硬仗 可能从这个原因 我们都看到 为何神让由大支派 去得着这些地方 因为由大其实是 是十二支派里面 即是属一属二海 阿德的支派 那神的心意 是很想由大支派 彻底地去得着这些地方 包括耶路撒冷 但是很可惜呢 在这一张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呢 由大人呢 没有办法呢 将这个 耶路撒冷拱下来 所以呢 耶穆斯人呢 就住在犹大人当中 直到呢 这个 这个约翰阿基 写成的日子呢 那些耶穆斯人 都去占据着耶路撒冷 直到呢 大胃王的兴起 才将这个地方收回 我觉得今天 整一张圣经呢 都提醒我们 就是 究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由大人似乎 没有加勒那种的 那种的心智 来去跟从神 那其实 也都很奇怪的 那为何会 拿不到耶路撒冷呢 我觉得 这个真是一个 信心的问题 那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就是 究竟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神可以分开红海 神可以拜领以色列人 当年行这个约大河 神可以呢 真的将耶利哥城 都交给他们的手中 为何由大人到今天 没有办法 拿到耶路撒冷呢 那这个是值得 我们去思想 也都值得 我们去反省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又如何呢 我们对神的信心 会不会 是 就是 从高峰会 一直回落呢 还是我们可以保持呢 这里看到两个 不同的图画 加勒的信心 是始终如一的 但是由大人的信心 你看到 去到他们没有办法 去拿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好像是 他们的信心已经开始走下坡 神的功神的能力 在他们当中 好像已经越来越减少了 今天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 究竟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否始终如一呢 今天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一直往上掌 还是往下行呢 这个是我们值得 我们凡思的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是真的 我们的年日越久 我们的信心越大 那我们 才可以为神 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接着我们一起抓起来 我们一起抓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一起抓给我们的信心 祝我们抓给你 祝我们抓给你 祝我们是有种感到的 都是原因的信 祝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在识节里面 你怎么是一个真正得识的信 祝我们今天都相信你 你是能够为我们真正得识的信 祝我们太亮了 耶和华我一爱心 是你当真正受理 你战到我的手成长 战到我的身头发展 耶和华我一爱心 是你当真受理 你战到我的手成长 战到我的身头发展 耶和华我一爱心 的是我 Hey 神画我要向你 discovered senior 承 Dong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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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 Val 祈祷 真的無聊生的傷心 讓我們去看你 你是我的傷在 我一定要看 真的無聊生的傷心 讓我們去看你 你是我的傷在 我一定要看 真的無聊生的傷心 讓我們去看你 你是我的傷在 我一定要看 想到我要想你 藏心的生活給整齣 你是我的傷在 你是我 我生活給整齣 你是我的傷在 你是我 我生活給整齣 你是我的傷在 你是我 這是我的傷心 我要去看你 我愛你 我愛你 藏心的傷心 我愛你 藏心的傷心 我愛你 我愛你 藏心的傷心 我愛你 你是我的傷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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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